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古創 歡迎來到CFO 3分鐘時間 這個單元是利用3分鐘左右的時間 來介紹最新的CF Arena主題賽事 原本以為CF Arena第五季第三波的消息 會在上週五釋出 沒想到多等了兩天 整個擬搞進程也變得很緊張 打完了波卡杯實體賽同樂會 GO官方也產生了代表台灣初賽 2023寶可夢世界賽的選手 讓我們繼續來看看5月份 CF Arena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規則吧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股創 可以動動手指點下訂閱的按鈕 如果想要參與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也可以到資訊欄尋找並追蹤我的Instagram Arcana Cup 這張圖一貼出來 馬上引來一批狂戰士說 中指碑 看了形象圖確實很像中指 但把Arcana丟去餵狗 會得到寶可夢卡牌劍盾時代卡包 白樂奧秘 這張卡包翻到英文 Inconditioned Arcana 那這個杯賽就稱作 奧秘杯了 應該沒問題吧 奧秘杯可以使用的屬性是 幽靈系 草系 超能力系 岩石系 並且額外可以使用 大嘴鷗 暴鯉龍 飛天螳螂 女王蜂 烏鴉頭頭 進用的屬性為 電系 妖精系 冰系 地斑系 Mega超級進化一樣不能使用 暗影寶可夢這次也是禁止的 另外也禁用了 護城龍 大草北鼻 雷吉洛克 朽木妖 勾魂眼 勒帶龍 加勒爾的極動鳥 等等 這隻也太稀有了吧 群組內馬上提醒 趕快去養一隻寶寶暴龍 但養一隻寶寶暴龍的成本 SELF現在好像每兩個月一波的兩個主題賽裡 都是塞一個派系戰的主題進去 也就是說奧秘杯不是第一次出現啦 所以可以參考上位的隊伍也不少 打開SELF.GG的頁面 自己去進行中的派系賽事軍找吧 今天介紹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最後也希望大家幫訂閱幫分享 我是古創 我們下次見囉 掰 話說 那個 原本想說這季每個月都找位妹子來給大家加油打氣啦 但最近真的太忙了 至於忙什麼最近應該會說明 就請大家見諒囉